最近还学的共识就是玛丽卡一出很惨 被绞人制服师编打幻农 再和其他被堕碎的绞人塞进大壶 最后变成活虎人 玛丽卡因此记恨在心 成生之后就把绞人给灭门了 DLC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但是这事经不起戏琢磨 尤其是当把DLC和本体一起看 本体开始就是黑刀阴谋 死亡只成为了黄金术的bug 执行黑刀阴谋的刺客大有来头 根据罗德尔死前的说法 黑刀刺客是永恒之城的后裔 和玛丽卡是同族 这就怪了 DLC说玛丽卡是巫者 本体说是永恒之城的后裔 龚金刚和马丁是谁了糊涂了在乱编 我们先假设这两个说法都是对的 再到游戏里找一找 发现玛丽卡对外宣称 自己是来自交界地之外 是西人 到这里玛丽卡有三重身份 巫者 永恒之城的后裔 交界地外的西人 彻底麻了 更有趣的是至少前两个身份 和最后一个是呼刺的 因为DLC告诉我们 巫者存在游泳地 而游泳地活稳废墟东方 有一个政府石柱 这座高塔上方除了拿古龙缎造岩之外 还有一座石碑 上头写着一些线索 交界地中心 所有死亡的汇集之处 所有死亡的政府之处 这段话彻底坐实了 游泳地就是交界地 那么玛丽卡为什么说自己是来自交界地之外的西人呢 宫崎英高和马丁在这里打亚迷 都是老迷语人 当然我也可以替他俩编一个都成立的版本 永恒之城是个交界地 本地远古发达的文明 因为亏见了无上意志 而且还做了把猎杀子头刀 彻底着弄了无上意志 遭到了天降陨石灭族 这些都能在游戏中找到证据 然后玛丽卡出生的时候 永恒之城的后裔被迫害的只剩一个村子 而且还在继续被当地统治者 缴人们迫害 玛丽卡最后想到一个保护自己族人的办法 他们先离开了交界地 再以西人的外来人身份回了交界地 这样洗白自己的户口 才能免出缴人的迫害 更可笑的是 这样洗白户口的玛丽卡 还被无上意志的代言人 指头们看中 指头们也顶多查出来 她是污者村出来的 不知道她是永恒之城的后裔 还被选为了神人 开始了神人圣杯战争 在战争期间 向无上意志 小人和指头们复仇的计划 逐渐在玛丽卡心中变得清晰起来 基本上也是仙城神 在一步一步地复仇 顺理成章的 就是游泳地的屠杀和黑道阴谋 这个版本听起来不错吧 这样也顺便解释了 为什么玛丽卡这么痛恨拉达刚 拉达刚这个半生 可能也是控制玛丽卡的一种手段 也解释了拉达恩 为什么封印群星 也是对抗无上意志的一种手段 但是问题又来了 这么解释 DLC里的米凯拉 就是个啥也不懂 还下鸡巴捣乱的男娘 这么解释 玛丽卡甚至还痛恨自己的儿女 要不然也不会 连和通俗的黑刀刺客 手杀大王子葛德温 也不会软禁 没什么在游泳地 也不会把鹅兆兄弟扔进下水道 真的 问题是为什么玛丽卡就信任 拉尼和拉塔恩呢 难道卡利亚势力 真的也是永恒之城的后裔 所以拉尼和拉塔恩 算是永恒之城的存血后裔 这么解释 也解释不了 为什么有两种湖人 应用地的湖和本体 湖村的湖 盖子明显不一样 也就是说 应用地胜战之后 黄金树势力还是在招呼人 既然玛丽卡这么痛恨 绞人迫害武者 为什么还在招呼人呢 而且这些呼人都被叫做战士 涉及的是战士的尸体 而且根据很多欢学家的解释 这时候已经没有武者了 为什么还能招战士湖呢 当然游戏本身也可能有漏洞 欢学家可能也没有学完美 我其实想说DLC把剧情补得有点死 需要补的不补 不需要补的搞得更乱了 当然希望有聪明人 都能解释过来 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 还有一个有趣的是 戒肢的格维克 作为最弱的半神 但他的戒肢能力非常特殊 任何生物的零部件 装在身上都能用 而且不仅格维克 史东威尔城的贵族也能戒肢 整个交界地 也只有史东威尔城 有这种能力 戒肢的能力 和巫泽变狐的能力 非常相似 难道格维克 王孙一脉 真的继承了玛丽卡的血统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